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今天早上是楊國仲和大家討論天氣 今天雖然繼續受到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不過整體來說 今天早上的天氣已經沒有星期初期那麼涼 今天早上市區最低氣溫大約21度 新界的氣溫稍微低一點 例如沙田大埔是19度 新界北部的打鼓嶺和樓浮山 氣溫分別是17度、18度 天色方面在大範圍衛星雲圖看到 其實跟過去幾天都是差不多 華南河岸地區的雲層都是比較薄 以及相當之鬆散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的天氣情況 仍然會大致天呈 而今天最高的氣溫會有24度 風勢方面就會吹出和緩的偏東風 初時離岸風勢會是清靜的 接下來是星期六、星期日 大家有沒有安排一些戶外活動呢 我們預計接下來的幾天 華南河岸地區都會吹著一些偏東風 由於這些偏東風從海上吹過來 所以所帶的水氣相對會比較多一些 由於大氣裏面的水氣含量多了 自然雲量亦會多一些 未來幾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這樣 我預計明天星期六 仍然會部份時間有陽光 不過到星期日、星期一的時候 雲量會增多 而到下個星期中期 當受到另外一股東風的影響 華南河岸地區又會再一次轉涼 並且有機會有幾陣雨 好了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在這裡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supper 咖啡 按 哽 這 咖啡 咖啡